蔡英文晚间来到云林北港 替党内立委参选人站台 但一到现场却坐在车上 表情有些严肃的 和特勤小组说了几句话 才下车走向群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整个的行程的话 有延误了大概有40分钟 那么延误了40分钟到底是为什么 那因为一直不晓得 到底真正的理由是为什么 原定下午5点10分 蔡英文车队离开台南 预计6点10分抵达北港 但抵达时间慢了40分钟 传出可能是特勤路不熟才会迟到 让苦等的云林县长苏志芬相当不高兴 一度对特勤人员标骂 你们是共产党吗 但苏志芬否认 行程大大延误 让蔡英文晚间在云林的三个行程 被迫取消一个 替党内同志站台也只好来匆匆去匆匆 但就怕被误解诚意不足 蔡主席一脸尴尬跟参选人解释 还好同事和乡亲都能体谅 才让原本表情尴尬的蔡英文恢复笑容 你看蔡英文真是 这边还有一个报道这是民事 那时候报道蔡英文他去彰化的方言 然后去体验那个坡那个芋芽 然后有个彰化线的议员想说有个椅子挡着他 他起身发表对在地产业的看法 想在座下差点发生惨剂 还好维安人员眼明手快 一手抓住蔡英文 到底是谁搬走他的椅子呢 画面回到十秒钟前 凶手就是他 就是一个彰化线议员 可是蔡英文差点摔倒 被维安把他抓起来 他还一直瞪着维安 他以为是维安人员干的 就是说维安人员很坏把椅子给我弄掉 准备让老梁摔一跤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故意跟我绕远路 对不对 你们故意让我要迟到 我本来要去马祖庙你看 你们这样害我 所以维安人员很坏 还会用电子波机设那个林教授 你看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的那个就显现出来 有我要跑最久 像那个国安局 像他过去 对于总统或者总统级候选人 他有随护还有一个交通官 那这个交通官他是规划路线 但是虽然规划路线不当 你国安局必须要跟蔡英文道歉 但是我必须劝蔡英文 你是一个争总统大位的人 你怎么可以说爱下车不下车 然后在那边瞪人家 这个东西不对的 这些人是维护你的安全 纵然他有错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 对不对 你可以在车上讲他们种种的不是 可是当你在人群面前的时候 你应该要接受欢呼 你应该要肯定这些随护的辛劳 这才是一个做领袖者的风格 而不是说像蔡英文的一个 教过一个学生跟我讲 她说蔡英文的个性那是什么 各位要不要听听看 叫做富佳小姐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这个是她学生跟我讲的 她说她是富佳小姐 却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是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蔡英文女士从这个民调势如破竹 不管怎么样事情打不到她 我觉得很多人对她的批评 可能蔡英文觉得 你们怎么随便你们讲吧 因为实在是刀枪不入 我们就要看一下 民进党的同志评价蔡英文 一坨拉股 或许她们现在全部要改口 发现哇 我们的小英主席太强了 完全是金钟造铁布山啊 我们还是看看她们讲些什么好了 2008年9月30号 粤局来女士曾经说 她说蔡英文的出身跟民进党无关 完全是因为民进党三月败选才可能出现 而她的都会精英形象 跟民进党草莽气息各个不入 而蔡英文呼吁民进党回归创党精神 但蔡本身就不代表家的精神 那萧美琴 当然现在早就已经在她旁边了 自2009年的话 她说蔡英文在海外进行 唤起民进党支持的热情活动 蔡知道这个热物对她很困难 因为她对政治并不特别的热情 好 那到2009年 吕秀林说什么呢 她说蔡英文从来没有选过公职 一些民进党支持者对她失去了信任感 而2009年谢长廷说 她太学旧了啦 缺乏跟民进党支持者不感情的能力 苏贞昌两度对她批评 首先她说民进党集次机会 可以快速处理跟扁切割 但都没有做 关键在于民进党缺乏胆势跟决断力 那你讲的不就是蔡英文吗 我们再讲 蔡英文的领导统预出了问题 她被派系包围 这些派系都各有盘算 许多大佬也因为她弱势领导而附入这台 好 我要再请教一下我们的瑞途议员了 现在这些人都要闭嘴了 因为蔡英文太强了 说实话 蔡英文她从小 她是一个集战均宠爱一生的人 她以前她爸爸就是非常宠爱她 她坐的车子都是美国那种 那种大型的 卡尼拉库的 雪花懒的 是 她如果她都接她上下学 如果没有人去开门 她不会自己开门下车走 司机要去开门 小姐你回来了是这种规则是吗 从小时候就这样子 那我想 蔡英文她也许 她有学过英国教育 英国也是很绅士 比如我的司机不来给我开车的话 我开车门的话 我也是不下车的 这个是英国的礼貌 但是她在台湾 应该你要入境 所以你要学得轻而已 但是她会这样的耍千金小姐脾气吗 你不是看她长大的吗 她不是 我就是曾经就讲过嘛 她有时候她一不高兴 饭都不吃的 不吃饭了 饭都不吃了 所以她这个习惯是到了后来 我们是剩下的 人家是 我们的地位是差支千里 我们是近视好里 他们要长工一样 你不要这样找到很可怜 人家是地位那么高 对不对 从小人家的地位这么高 我们是人家的小工人而已 是 我们要跟人家怎么比 所以说我说她应该不要对她的随护是这样 随护实在有够辛苦 而且这个随护 他们不会规划西兵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为什么危险会被怕会出危险 因为西兵有很多道理真的很危险 对那高速公路它是采取安全性的保护 它很怕说两颗子弹在发生 一颗子弹在发生那事情闹大了那怎么办 所以我补充一句 所以我觉得今天随护 他们的国安人员都没有回应 他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想我们两个都有选举过 我们都有随护跟过 随护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执政有蓝绿 但是随护是没有蓝绿 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随护 真的不应该 对啊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的人力 还有他的那种品格脾气 这都要受到检验 这一集的时报做看 苏正章批评这一集的 苏正章批评蔡英文没有胆 跟阿扁这一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在选举 因为新的危机解密 刚刚解密的 就是刚刚顾平宜念的那些 都是危机解密 里面对蔡英文的评价 自己的同志 看自己的党主席 对美国人讲 讲出的是真心话 然后原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适合干总统 那我们看还有一个 我们这次选举 要换第一夫人吗 这是宜光中最近在质疑的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看第一夫人 周美倩干了什么好事 马上回来 可以啊 这个室里遇见总统夫人 一大群CR7的民众又惊又喜 还有人对着镜头秀出照片 一脸得意 就连小朋友看到大明星 也好兴奋 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跟 马英九老婆拍照 那你觉得他能怎么样 很好 看看这位小朋友口中 马英九的老婆 拍照的时候还会刻意半蹲 而且不管跟谁拍 都把每个人的肩膀 抓得好紧好紧 接着拍完了照 总统夫人兴致一来 直接坐在捞鱼滩前 回忆童年 大战几回合过后 总算有小鱼入带了 这时候同心未敏的周美倩 笑得比谁都开心 总统夫人做自己 直接和民众打成一片 顾顾嫂大小通吃 让每个人都被这股清明风吸引 哇 你可以看到 周美青在那边捞鱼 还好我今天没有请陈振胜来 关他一定想说 周美青捞那个叫宋厨鱼 不是金鱼 对啊 但是 在夜市里面这么受欢迎 而且每个人 你看他的那个 其实是很自然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觉得说 你看那小孩子 他也不是讲他什么 第一夫人造成 他说那是马英九的老婆 都很直接 其实 在民间社会他就是这样 速度怎么发现 其实我觉得美青捷 他就是有个人自己的魅力 因为他长期就是在服务弱势团体 然后他也有他自己亲民的一种表现 所以其实很多的候选人都很希望来邀请他来帮忙服务 但是其实他今天这个逛夜市还不是叫服务 因为他大概会预计在选前两个礼拜左右 他才会开始来积极来服务 因为他那个腰部有点受伤 所以不大能够像以前这样子举九十度的功 不过我觉得 不管他怎么样的服务 就是做他自己 因为用他最原始的一个本性 这是民众最喜欢他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夫人牌在每次选战很重要 像今天有好多夫人都躲起来了 不敢出现 因为呢不是这个 不能出现 分居的分居 红狠珠因为某男秀出来的话也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但是周美青也是出来 看来对于这个亲民作风 可能是对于这马英九的选情有一些加分 那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夫人了 好这边就是看到这个施明德先生 他们的家族 今天有很多这个所谓受难者的家族成员来出席 那当然呢台湾现在有另一类的声音 我们也要表现一下 这是台湾国民议会的新闻稿 今天其实今天苏拉成绩有说是国际人权纪念日 也是美丽岛事件32周年 可是一个相对独立来参选的 他们有一些对于过去来历的一些意见 我们还是要呈现出来 我们念了其中一段 1979年政治范世明德成为美丽岛事件总指挥 同时是美丽岛军法大审当中 唯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政治受难者 持续变总统没有邀请过我们 马英九直至到现在也没有主动邀请过我们 我们今天都还是不速之客 而马政府全像笼子一样听不见 像虾子一样回避 请大家去查一查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权胆敢在恐怖之地做人权博物馆 我们也看到施明德先生的夫人陈家军女士 今天在现场其实跟相关单位有一些冲突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大家在选战当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 有周美清这样的做法 可能有像陈家军女士的一个做法 对 明依我觉得你必须做一个疗伤的作用 我要帮大家疗伤吗 不然你刚公布的这个民调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了之后 今天晚上是难以入眠的 因为是出现了这样子的状况 本来领先4%到今天反而莫名其妙被追凭了 出弊案的人是谁 是蔡英文 看猛男秀的是谁 是吴敦尼的太太吗 不是啊 是苏娇贤的太太 可是民调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这种铁板的状况 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认为蔡英文的民调还是往下走 蔡英文不要以为这个民调是已经这样定案 我觉得还会再有波动 这个宇昌对他来讲还是会有影响 只是目前他们出来 校长怎么看 我是认为 说真的我客观来讲 如果说他今天的民调说 吴敦尼跟这个 苏佳犬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听完他们民调差不多 那原来民调 两个主帅的民调是差4 为什么差不多 如果说今天 苏佳犬的民调远超过吴敦尼 那因为这样而做波动还有关系 再来副手本来 因为副手的关系去影响 正候选人的民调本来基地就不大 所以如果我是觉得这个民调 可能在误差范围之外 而且校长还觉得难以接受的一个情况 那他有话说 是 我觉得 校长睡不着 那我觉得 就来讲是不太合理了 那我觉得这个民调是给国民党一个警讯 就是说国民党必须要善用所谓的余昌案 况且避免去刺激民进党的一些群众 他们更加坚定支持蔡英文 这个是民调 它显示出来 它告诉国民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阿涂哥 这个民进党的危机意识已经跑出来了 我说实在 他们危机意识跑出来 你现在呢 我说实在 我们台湾人民 他不会管理什么 避案不避案 他不会管理什么 他们要支持哪一个人 他是固定的 所以说危机意识跑出来 这个是蓝民 好 那我们就看看蓝营的朋友们 有没有危机意识 对啊 反正马总统 意向天气这么冷 大家注意身体 马昂九在这种天气里面 在这样的氛围 气温之下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逆风高飞 今天谢谢您收看 今天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